小鸡对母鸡说 妈妈,今天是礼拜天 今天不要下蛋 带我出去玩好吗 母鸡说 不行,最近要加班工作 小鸡说 可是你已经下了很多的蛋了 母鸡说 孩子,如果一天一颗蛋 人人夸你赞 一月也不生蛋 变成鸡肉饭 小鸡说 这要怎么办呢 鸡妈妈说 孩子,你千万要记住 世界是很现实的 存在是因为你创造价值 淘汰是因为你失去价值 过去的价值 不代表你永远的地位 有一个人 想要装一副门栓 结果请来的木匠 却给他装在门外 这个人就很不高兴 责备他说 哪有人门栓 装在门外的 你是瞎了眼吗 木匠就有点不服气 反驳说 你才瞎了眼 这个人就说 你怎么可以说我瞎了眼 木匠就说 假使你眼睛很明亮的话 你为什么会雇佣我这个瞎子呢 从前有个厨师 手艺非常的好 大家都很喜欢请他当总铺师 但是他无论为哪一家 半酒席 总要偷点食物 食材回气 渐渐就养成了坏习惯 有一天 他儿子 其老婆 他在家里 也半酒席 他切肉的时候 也捡了好几块肉 用纸包一包 放在怀里 他妻子看到 就骂他说 这是自己家里的肉 你偷去干什么呢 这个厨师才恍然惊醒 说 哎哟 老婆对不起 我习惯了 有个人住在寺庙附近 他为了盖新房子 在自家田里挖地基 挖着挖着 竟挖到一尊 纯金打造的金螺汉 他欣喜若狂 但他太太和他说 螺汉应该有十八座鸭 于是 这个人就用手 大力敲打金螺汉 说 快说快说 另外十七尊金螺汉在哪 结果呢 因为用力过猛后 手指头破了皮 他得了破伤风 十七天后 他就暴毙而亡 有十年 台湾救命夫君 记者 他的身份 又习惑 强习家的天赴 领 涅 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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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非常痛的 但是你不要留意說 羅漢英國有失伯 古早就用書 泰立國藥的檢羅漢 羅漢不教他講 我們十次的檢羅漢都來 因為他國的時候 用書泰立 這書是冷皮 戳到鋪爽風 結果十次年以後 一三年 三四夢 特別 由於專門老人 攀酒席的廚師 基本上 美麥人攀酒席 也要說料理 中外套的食材 像煮肉、香菜等等 都無可 簽簽名 就是養生快的習慣 由於 他討厭 他沒有攀酒席 攀酒席 好適合浮肉 在學校清潦的時候 在藥用 用紙薄薄的 用薄薄的 用膚充的 用膚充的 用膚材來的 沒有膚材 像媽媽說 舌頭的眼匙 用膚材 和眼匙 用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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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到的,很小小的老伯家不用说,哎呦,别偷关心了 毕竟一件,我都不记得也行,习家习家习家 台北有三人,想去专门的门讯 记者在牧乡的,三种约的门讯,专门五倍 主人,主母说,这种约的专门的门讯,专门五倍, 会做错评评,木昌地打开很厉害 有此wherera组 SAY THE cream 主人which说的列为要是咱们,木昌地说 那波茹乡数的金金是要。去以咱们只有一个名字 生鞋子对哭 갖嘛说, 阿妹啊,今天的房子不会沉缠,到家去iern家人 其他说不行,我们来了要留心急格 他说 如果他已经想到当中乱了 他说 说我说 如果他已经想到当中乱了 他就很乱了 不然也没有想到乱了 马上我会拿去设计判了 他说 他是拥有什么 他说 我不千万会记得 要司机当天赛 不存在 那些移民不会冲出家车 我永远投胎 那些移民不是那些家车 故意的家车 不代表不未来的家车 五千万 我记得